你阿公載不死了 我不想要先走 我自己是客家人 客家人叫阿公 這個男人就叫阿公 我阿公是屬於那種很傳統的客家人 都用非語言跟我們溝通的 什麼意思呢 他都不會有話直說 都是 就這樣子 我們就大概知道這不是太不爽了 就這樣 然後後來我爸爸就完全集成這件事情 對不對 跟我互動也是這樣子 對不對 大家都不知道 反正就是 考不好的意思 後面也都聽不到他懂 就是這樣 那也因為這樣 通常我爺爺的優勢功苦 兩個地方的時候 你就知道他自己心情哪個不好 可是你就胖出來 那因為那時候我是長治長純 所以爺爺其實非常疼我 那所以呢 每次我們就問說阿公 你怎麼知道 就是身體怎麼樣 就好 就是沒事 沒事情 沒事情就是沒事 OK 然後到我高中的時候呢 爺爺就突然之間 急性肺炎 這個住進了這個 教務病房 就這樣 然後我們就嚇一跳 只是急性肺炎而已 那邊沒什麼 這怎麼會突然就住 教務病房呢 那時候又回到家 家就一個字條說 趕快來 他醫院 阿公就在教務病房 就這樣 我就趕快趕回去嘛 趕回去完以後 接下來就看到我爸媽的表情 反正就是非常凝重 然後那個時候呢 也不能馬上進去探望 因為那個教務病房 是十天一到才可以進去 就這樣 那時候我來去之前呢 我就還看到 這個醫生的護士 就有些人會 就是會先說 他會請家屬 餘館進去 然後保持安靜 就這樣 然後我爸那時候一直跟我講 待會兒 你以前跟你說 你會認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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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會可能是茶飯館 是這樣子 但是 不要問 那就是你阿公 對不對 這不是很回應嗎 不認得 然後卻說那就是阿公 我一定會要問啦 好人生就說 這樣子 然後還有 就不要哭 他就這樣說 叫阿公 因為會不會覺得 好像就是這個 就是他的演奏感覺對不對 所以這很奇怪的心情 就是第一 不一定找得到阿公是誰 他第二個又不能哭 了解嗎 然後但是 你要知道那個氣氛 第一次在那個阿公 就很緊張這樣子 那每一開 我們就出去了這樣 那我還撐得住 其他不管是我 阿婆啊 或是說 我們妹啊 就女生就一看到就 就在哭了這樣子 一直就 就在哭了齁 結果他就說 不是啦 不是這個 不是這個 可以理解 一看到 都長一樣 都是那麼多茶飯館 這樣子 然後走過去 然後我想 原來不是我差點哭了齁 就撐著撐著 然後一個不是一個 兩個不是然後到最後 到了市裡齁 然後我爸還說 這個 你不得了 你一定提示都沒有 我哪知道齁 然後之後才哇 就真的說 插著管子這樣子 但是那個時候意思還是清楚的啦 比較大概也知道 阿公那個時候已經 不太能夠講話插著管子 OK 然後開始 對啊 然後後來我就聽不懂什麼意思 對啊 可是表情就是 就這樣齁 就這樣齁 然後我爸就說 果然是夫子 會翻譯就是 他就是說某事情 聽得懂耶齁 夫子就聽得懂 這樣沒事情就這樣齁 我就覺得 不舒服吧 我想講啊 可是他也說是沒事情 他就沒事情就這樣 然後等到最後一次 我去見阿公的時候 那個時候 當然不知道最後一次 因為那個機會上已經 沒有什麼太多意思 就這樣子了齁 然後我就跟阿公講說 阿公 你有什麼話要跟我們說 就這樣齁 然後當初我阿公就 就好像 意思就是這樣 他字品都感覺對了 對不對啊 他那個字其實看不到懂 可是那個字上面就寫 我今天清楚楚楚 記得了 他上面就寫 沒事 所以這個給我一個很深的提醒是 男人有時候說沒事 其實未必是真的沒事 這一點呢 我就很明顯可以從我阿婆身上 然後感覺得出來 不過阿婆看到我阿公 這麼快就走了以後 哇 他好擔心喔 他每天說 唉唷 怎麼會死喔 怎麼會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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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好可怕喔 你知道嗎 因為他覺得他已經完蛋了 他死定了 他用苦就一直說一直說的 哇 弄到最後你知道嗎 那個時候 我高二的時候 阿公離開我就這樣子 我阿婆大概 還不到70歲 後來呢 他每年每天都在說 哇哪會死喔 下一個沒到我 然後看新聞 唉唷好恐怖喔 會死喔 還要活到90歲 完全沒有說到做到耶 哇 我們整個幾個家庭都快要瘋掉 你知道嗎 我阿婆已經做到就是 到哪一家 直接去居住 然後呢 把人家都念什麼 罵什麼 也看不慣媳婦之類的 然後我媽就是那種 很熱鬧的音樂呢 就是什麼事情 全部都扛著這種人 就這樣 但是呢 就一樣 反過來變成我媽 反正什麼都不說 什麼苦都不說 所以就一直走 一直走 有一次我阿婆就在那邊說 唉唷 我媽媽還在跑上 在弄事情 我媽跟我說 這樣過來 我說媽 有什麼幫忙的嗎 她說 我跟你講 你阿婆再不死了 我要先走 我要交代你一點事情 我都每次都那麼詳細她 今年一定會走 結果她都沒有 所以我那次發覺到 我媽媽也老的時候 我就發覺 哇 女性的求生一直很強大 說真的是 真正的有點受不了 然後有一天聽到 他們大人就會討論 討論說 要把我阿婆收到安養院去 事實上那個時候 我念儀就是 我念儀館 我是反對的 但是我也無權做主 那我把她收過去了 因為我至少給我媽 比較可以開心一點點 然後我媽就可以專心的放空 看MBA 那我們之後去的時候 其實自己是很捨不得的 但是後來 各位報告 人的求生意識不要小看 太強大了 就是沒事的 就是我們會講一句 就有電話打來了 然後安養出去就說 哎呀 那個你媽媽怎麼樣 說什麼 就說怎麼沒人去看她 哎唷唷唷唷 我們每天都有拍攝就看她 你知道嗎 可是他有一天有的晚上 啊誰不知人啊 好可怕喔 哇造成對方很大的困擾 你知道嗎 就是醫護人員 他告訴我說 你阿婆真是厲害 給我看正常詞彙 他呢就是呢 很照顧自己身體健康 所以才會呢 一直按這個鈕 那我就說 那這上次對不起 我一直給你們造成很大的困擾 這樣 不會不會啦 我們後來就當作是復健 所以呢 我們後來就把你阿婆的那個 傳聞的移到 就是那個 另外一側 對啊 那我阿婆因為半邊重風 所以這邊已經沒有辦法舉起來了 所以到最後呢 事實上就是他們也不會 一直被那個鈴聲吵到 知道嗎 然後我阿婆每次就說 我來得名 你來得不信難度 那我聽說話非常良好 那個求生意志之間 你知道嗎 然後呢 走之前 還在一起點名 誰要到誰要到誰要到 就這樣 然後我們好幾個還要從國外都回來 都被召集回來之後 再度無用 我都回了幾天啊 然後 或者是說 我要公報 我要說話 說完話就要走了 沒有啊 沒有 說完了一天啊 都放完暑假了 然後再回去了 再回來了 然後到這個已經 一直每次出病為同事 什麼時候 大家也沒辦法馬上就回來 是這樣 他已經沒有辦法說 說什麼話了 可是他就是 眼睛就要看到人就這樣 一個人點名就這樣 然後 這是我第一次 這麼跟我阿婆說 可是也是最後一次跟他說話的 我就是在他畢童邊 然後 我就跟家族要求說 我想要單獨跟我阿婆相處一下 就這樣 我接著他的時候說 阿婆你一定感覺到 我就說 好的啦 好的啦 就說我們都很愛你 我們都在你身邊 OK 不要開心害怕 那邊有很多人 阿公也在那邊 我爺爺在那邊 還等你等了好久 去幫我照顧他 好不好 因為我阿婆最喜歡幫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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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